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小蕾 我是春雨 我觉得每个女生女人都会设想 设想什么呢 就是这个事情或者情境或者情况 就说你的男朋友应该是老公了 出轨而且他是嫖娼 就是去嫖妓你怎么办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想想这个情况 如果真的那一天发生了会怎么样 那你怎么办 我觉得你可以 但是你别让我知道 真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 你看张雨琪怎么回应吧 他当时不是还在纽约那个时装周吗 他就发了一个微博 说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和我家庭的关心 我现在的心情很复杂 这个事件对公共秩序的伤害 我相信执法部门会有公正的处理 这个事情对家庭的影响 我们俩会坦白面对 共同承担 我觉得他有两个字眼 就是我一看觉得不太舒服 虽然是他老公出事 我就感觉一个是没什么人情分 二一个就是这个用词有一点不太恰当 什么坦白面对 坦然可能比较好 就是还有一个说什么公共秩序的伤害 我觉得你作为作为他老婆 你别谈什么公共秩序 你还是谈回自己的家庭 就说我觉得老公出事 对公共秩序他能构成多大的伤害呢 这是你们的家的事情 你可能想想我们以后怎么走下一段路 什么且行且珍惜 就类似于这种 我就感觉这个首先公关做的比较糟糕 二一个我还是觉得 你像尽管汪全安是著名导演 非常有才气 有思想有深度的一个导演 但是他也是个正常人 就是一个正常男人 你看我都开始为你们说话了 我是怎么想的 我是挺同情他的 我现在 而且其实 就公共秩序 就有没有必要上升到那么高的高度 他不就是一个正常的人 普通人吗 他怎么伤害到公共秩序了呢 我觉得第一是 我觉得这件事 首先因为他是一个公众人物 又跟王与琪有关系 恰好王与琪又不在 所以 张与琪张与琪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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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与琪又不在 女神的名字都叫错了 我们山东老乡呢 对吧 然后他恰好他又不在 所以我觉得有一点 这个王全安的这个新闻 被有点过度消费了 所以媒体也是拿 拿这个事做大 然后第二点 我觉得为什么会说 张与琪会这么说呢 我觉得有一点啊 就是因为我觉得 你从这里边透出来一种 就是你说的没有人情味 所以其实 我觉得他俩的婚姻 很大程度上 是当时张与琪 为了别的事情而促成 什么事情啊 那就是王小菲呗 还有什么事 是吗 你先说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隐约 你可以看到 就是张与琪对这个事情 是很淡然的 所以对 他无所谓是吧 反正两个人可能 名存实亡 倒也不是名存实亡 就是 不是有报过说 其实两个人 已经离婚了吗 我 起码对我个人来说 我对婚姻观 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两个人 更重要的是一种 你互相合适 在一起生活 所以你对性的追求 我觉得每一个人 都是有这方面的欲望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 但有欲望 不应该在老婆身上发现吗 但问题是 整天对着一个人 你不能受吗 其实我看了这个 等会儿再 再批驳你的这个看法 我看了刚才那个 张与琪的微博 我倒觉得 我挺欣赏他的 这个表态的 就显得很理性 确实 没有说是 受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不欣赏 一受打击之后 就觉得 马上一个道德上的谴责 说你怎么不忠于婚姻 他一方面说 这件事情 如果是违反到了 行政的什么什么 或者是法律之类的 那你该怎么处理 我都尊重 另一方面的这个 反倒是一种 大女人的这个范儿 出来了说 这是我们夫妻俩的家务事 我们家庭的问题 我们自己会处理 谢谢大家的关心 反倒是感觉到 他之前本来是一个 少妻老夫的配 好像是王权 应该是罩着他 宠着他 但现在他反倒 有一种 好像是比较 就是王权安是一个小男孩 犯了错误 然后他变成一种 母性的这种范儿出来了 我会保护你 没问题 我们家务事自己来商量 所以现在有很多网友就说 这才是真正的女生 找老婆就应该找这样的 外表又漂亮 人又大度 这是真的大度吗 但是我就觉得 这是被谁胁迫的说的话 你想换了任何一个女生 她老公出轨 她一定非常生气 就是她这个控制的 有点太假了 我是感觉 而且动不动扯什么 公共持续 就是我觉得 她作为一个自然人 尤其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或者你看老婆 一直在外面 什么各种全世界跑 时装秀 她或许她确实不那么和谐 我觉得 这也很正常 但是现在 你联系之前的 一系列的什么导演 什么编剧 演员 黄海波 跟之前吸毒的 遗留的事情看下来 我以前会觉得 我说这是不是 这个平安北京 她既然已经取代 什么南方娱乐周刊的地位 既然娱乐圈的大料 都是她爆出来的 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 幕后的一些考虑 就比如说 我这阵子 我就是抓几个典型 你看弄个黄海波 好男人形象吧 就是这些典型案例 给她抓上来之后 那大家就会对这个 什么扫黄之风 大家会更加有信心 就是说 你让他们做一些 负面的榜样 但让大家觉得 这事是一直有人 非常严格的在控制 但是你看 我以前以为 黄海波这个事情 出来之后又收容了是吧 那几个月的 这个时间 你既然她的粉丝 就是掉的特别可怕 那她的星图 有人也觉得 你是毁于一旦 但是你想 她根本就没有办法制止 她不是说没有了 她可能抓的越来越多 那紧接着 说不定还有其他的 什么李全安 就是张全都来了 那就说明 她这个娱乐圈的 这个事情 她可能 她根本就不是一起量起 她是非常多 而且她这个方式 她是不是根本就是没用 我觉得她前面 如果我前面的那个假想 是一定时期里面成立的话 那现在再抓第二个第三个 她说明她前面的一切的行动 她都是失败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吧 本身不是只有娱乐圈就有的 因为这个事 你说千年以来 这一直是一个产业 一直存在 中国只在文革期间 短短的那十年里 真的是绝迹了 自此之后 其实一直都有的 然后对于这个 为什么履禁不止 我觉得第一方面是你会觉得 她的确是抓了典型 但是第二方面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她抓了个典型 也对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宣扬 就是大家都知道 这个产业是存在的 反而会有更多的人去说 那既然这样 我觉得现在要正视这个事情 就是你这么逮 你是没有办法去制止的 它的目的就是要遏制这种 所谓的不正之风 就是要付清什么道德方面 我觉得这件事 本身对社会也没有产生什么危害 你怎么这么解读呢 对婚姻其实是造成影响的 那就让他们两个自己解决就好了 你们爱离婚离婚去 爱干嘛干嘛去 但毕竟现在世界各国 为什么要上升这么高的 就是一个很普遍的 都是有一个 世界各国不单是中国的 都是有一定的法律法规 来禁止这样的 婚外的一些出轨的行为 不光是中国是一个个例 就说明人类的这个动物性 给你的社会出信 还是应该有一个调和 你觉得警方他这么干 是为了让大家的婚姻 更加的稳固吗 其实我这个 我倒是觉得非常想不通的 我觉得你平安北京 你有没有权利来把人家示众 有什么所谓的这个治安法 规定了怎么怎么样 好 那我就是被抓了 我愿意服从法律的规定 但是你别把它发到微博上去 你凭什么把我示众啊 法律没规定啊 这个是在对我个人影响太大了 这个是个政绩啊 你看对于警方来说 抓了一个这么大人物 但我觉得他没有这个权利这么做的 对他个人这个事业啊 婚姻啊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而且平安北京专门是挑这种知名人士来爆料 而且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其实在中国这个调商这件事情是不算犯法的 他只是出发了这个什么社会治安条例 治安条例已经是法 他不是条例了 他现在已经是法律了 好好我纠正一下我的用语 就是他可能是犯法的 但是规定他不是犯罪行为 他没有触犯刑法 没有刑事 但是如果是他那个那天晚上不是有三个人吗 这个坐实了也有可能会变成 击中淫乱罪 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个人爱好的问题 没有上升到 但是他是用钱来交换的 就比如说几个人 你说没有金钱利益的话 就爱好 你之前我老人讲过好几次腾讯那个5P 他自己出来否认 但你说如果大家有这种性爱的嗜好的话 弄一块 你可能确实没事 但是你有金钱交易800块钱 那他就是 那就他他就是触犯治安管理法律了吗 那这个 这个800块钱 你也可以说成是别的呀 对吧 比如说你来了 我给你报销一下来回的车费呗 对吧 所以你的态度是觉得 王全这个人也是挺值得同情 是吗 还是你也赞同 我不觉得王全这个人值得同情 首先我从道德上是谴责他的 就是你既然结了婚了 不管你有没有什么需求 你起码要做这事也做得要干净一点 不要被人拎出来 变成一个社会道德的败类的典范 他不是愿意被拎出来的 对 但是他自己做的不干净 这也有怪他 谁让那么多群众呢 他自己不注意有群众在 然后但是我觉得啊 就是从男人的角度来触发 或者说从人性的角度来触发 这事情是真的可以理解的 而且你从世界各国来看都是存在的 只是就是从道德的层面和从人性的层面 往往这个事情是矛盾的 其实这个事我倒是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我不明白 人民警察为什么要从性的角度来去 最近这么热衷于抓嫖娼 为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说 就是说你这个性 其实更多的是社会伦理层面 它跟这个杀人越货不一样 那又不像东莞那个产业 确实是有黑社会啊 有保护伞啊 有腐败什么的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就像一个个人的一个个案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大动干戈 还有一个就是群众举报 我觉得我觉得这次他做的有点失败啊 因为你群众举报 这个你写上去 大家就会觉得你太假了 什么 为什么假呢 人家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边 群众哪里看得到啊 我有一个朋友访问我的工作室 你怎么知道我在屋里面干什么 所以马上就我就觉得 就特别有那种1984的感觉 有没有 老男哥在看着你 你的电话可能被监听 他也可能咋就被监上了 我至于吧 至于盯王权 他也不是什么政治敏感人物 盯他干嘛呢 那你觉得怎么可能 这个不说 你可以梳理一下 就是被群众举报的 从去年以来 好像北京有12个人 因为嫖娼赌博被抓 嫖娼涉毒被抓 有9个是被群众举报的 只有12个人 对因为群众举报而被抓的 公布的 对公布的 公布的有9个 然后但是这9个人里面 绝大多数 其实都是在自己家 或者是别墅 或者是在酒店 你把房门关起来 别人也不知道 有个朋友去探访 还是很正常的 你们都是觉得很奇怪 这个群众到底是谁 不光这个取杠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群众会举报嫖娼 因为这个确实 跟你没什么关系 对不对 我有跟你们一样的疑问 然后我就去找了一个警察 我就去问了问他 我说你们到底平常 这个举报 它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流程 真的是为什么有人 闲了没事干的 又不是人人都是 就有个大妈是吧 他给我解答了一下 也解答 嫖娼这个案子 到底对于 他们一般的 这个警察来说 他算不算一个 一个大案 或者比较主流的案子 原来也不是这样 我们稍微休息 等会儿听到 是来自浙江的 徐警官跟我们讲述 警察到底是 怎么聊这个 蔓英嫖娼的事 三连环新闻 稍后继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好的 欢迎回到三地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小蕾 我是春雨 刚才有听众及时的 又在微信里面跟我说话 说一听串场 就知道咱们今天聊什么 他说串场那个歌 路边的野花不要踩 刚才我们在上一节的尾巴上 留了几个问题 就是说你看一时间 好像满大街都是群众 当然咱们也是群众 可是有的群众 他干的事就挺让人意外的 比如说举报什么吸毒 举报什么嫖娼 举报什么卖淫 当然有的人可能思想特别纯净 他确实就看不下去 但是我觉得大部分人 应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为什么非得管这个 咱们的思想觉悟 也就是这个层次了 但是我觉得警官可能不见得是这么想 我就早上11点多钟的时候 采访了一个来自浙江的 他姓徐 徐警官 不过他觉得这个事挺敏感的 虽然我也不太理解 为什么这个事非常敏感 所以呢 他就要求咱们把他的声音给变一变 好 不过还是告诉我们挺多 以前也没有想到的这个内幕消息 来听一下 徐警官你处理的这些 卖淫嫖娼的案件当中 有多少是因为群众举报发现的 50%左右吧 他们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举报呢 从我们个人分析情况 一个方面可能是 他厌恶这个社会 是这样的那个 这种行为 就是有卖淫嫖娼的这种行为 他厌恶我 有些呢可能是比如说 同行之间的互相举报 也有 还有一些呢就是 老婆举报老公 就这么几种情况吧 是举报的这些人群呢 我看到网上有一些爆料说 有的是警方的线人啊 有的是一些邻居啊 或者什么居委会大妈呀 你们有没有过一些分析 举报的那些人都是什么人 这个具体都没分析过 因为举报人我们都是见不到 他还是蛮多都是用供应电话打 打完以后就走了 我们只能通过 通过电话的那些参数大致了解到他们 男的案或者女的案 这种情况 直接见面来很少 那你怎么确认 他要是用公用电话打过来 他的提供的这些举报员是可信的呢 那我们就是上门检查了 那有没有遇到假的虚晃一枪 这个概率蛮小的 20%到30% 说起来虚晃一枪 哦 七成都是确有其事 对的 哦 那举报人他举报完之后 他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就来反馈 你们查处情况是吧 嗯 很少 基本上很少 就过来问一下情况 一个别会有 你们这个情况查得怎么样 但是这么就会有见面了 他举报人一般都是匿名的 嗯 他就不会说 有有什么样的 什么报酬啊之类的 因为他举报了引起什么东西 没有的是吧 对 嗯 所以就是举报的 他各种情况都不一样 有的可能是出于私人恩怨 有的他纯粹就是 看不下去这个 所谓道德丰盛 对对 哦 看不下去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啊 是不是年纪比较大的人 年纪大的 各个年龄层都有 年纪大的赚多数啊 基本上都中年以上了 哦 他们是看见了 还是还是怎么样了 有些 我估计有可能有些是看见了 或者是 可能是我的猜测 有可能他自己也去过 某些环节上问题 看那个 所以举报了 嗯 你刚才说的同行举报是什么呀 同行举报就是说是 电与电之间的竞争 公安机关就要检查了 可能力度就加大了 就是举报了 你们一定会查 对 可以不查吗 不行 为什么呢 这个是 必须要检查 因为我们 对这个犯罪还是零容忍 嗯 查完之后 有没有 立刻出现 死灰复燃的情况 有可能会有 但是 只要比如说 我们查处的这家店 或者哪里 基本上 后面就不会有 进去看下去 哦 你们有没有分析过 这些嫖娼的人员 你像这次事件里面 是个导演 那你们有没有过一些统计 就是哪一类的人群比较多 还是各个阶层都有 不管他有钱没钱 身份名望地位怎么样 他其实他都会 都会有设计 从我们工作 这么长时间来看的 应该说是 各个阶层都有 没有选特定的人群 嗯 年纪最大的有多少 最大的 在我印象里 大概七十多岁吧 七十多岁 嗯 嗯 那有没有哪些 就身份比较特殊的 你看到这个案子之后 都有点意外的 像这次什么导演 之前还有演员 有类似的这种案例吗 那好像还没碰到过 演员导演 但政府官员有 最后也是处理了 最后也是双开的 哦 双开 开始公园对不对 没有情面可以讲的 对 那是吧 嗯 拘留完之后呢 这些人他们会有什么改变吗 你们有没有过一些追踪 知道没有追踪过 但是连续大了两次的 价里蛮少 基本好像没有 特别可能有 嗯 但是我办过程中是没有 嗯 那这种卖淫嫖娼的案子 在你处理的案件当中 它占的比例多大 它算不算一个主要的类别 那不算是主要类别 那20%左右吧 嗯 它有没有一个时间上的高发期 好像没很特定的 每个时间段都有 嗯 每天晚上后半夜都有 嗯 各个季节也都有 对 各个季节都有 一般在什么场所呢 一般嘛 就像类似于桑拿场所 或者是休闲店 竹艺店 嗯 基本上就是这种场所 就是有没有试过去到 私人的场合 你像这次 这个导演是他自己的工作室吗 你们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有 有些他现在 有些新的模式吧 就是 往 一些发放小卡片 然后卡片上写明电话 嗯 就是 出色叫叫叫机 上门叫机 打电话就来过 嗯 那你们是依据这些小卡片 获得线索 再去到这个地方 嗯 所以这个就不是 根据谁的爆料 或者举报人什么的 对 因为有些发小卡片 也是人家举报 那么我们去查 那那个警察 线人这个是什么情况 线人情况就是 因为不方便警察去 到现场 我们只能正面检查 那他可以作为顾客 先去看一下 到底情况怎么样 但是他不会违反 自然关于是麻烦 为什么呢 他要去看一下 他要假装成嫖客吗 那不就也出犯法律了吗 但是他不会去发生关系 那不会被对方识破吗 他可能是个握手 那有些也有 也有些人 那个 他是比如说 是他弹好了 但是也不做了 这个情况是可以的 他那他就可以退出来了 而且现在他是 相对来说 对这个行主 应该是比较熟悉 以前可能是 也就是或者在这一代 在这一代混 或者以前也从事过这个行业 嗯 线人你们会主动挖掘培养 还是他毛髓自荐 两者都有 但是线人现在用的比较少 为什么呢 因为基本上还是靠 我们那个 应该是我们去调查为主 线人 因为那个用起来的话 没有他没有法律保障 关键是 像那个 没有正常的那个 应该说一个法律去支撑他 还是应该是奖励他 或者是复罚他 这些没有 全靠个人感情 全靠个人感情啊 对 那他干完一单活之后 也没有现金报酬之类的吗 那没有人 那他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呢 那可能是比较 那应该说是比较 喜欢这方面工作 真的是有这样的想法的人啊 有 就是喜欢做卧底的感觉 对 因为毕竟这种人是少数 所以我们也用的比较少 用的比较少 有过统计嘛 就是每一次行动 或者一年当中 会有几个 几十个 那像这种扫黄行动 是不是只有 就上面有了一些 新的政策动向 或者说一些专项的行动 通知警察们才会行动起来 那也不是 一直都有 常规的都有 常规的是怎么样一个规律啊 就是一方面是日常检查 第二方面是抽查 你怎么看北京警方 他们做的这个行动 为什么一直是演员 惹祸 还是说其实 很多只是演员 他们影响力比较大 大家注意到而已 我觉得是后者吧 影响力比较大吧 嗯 它不是上面有一个 什么新的动向 说要什么 抓典型 然后杀意警白这种 不是这种吗 应该 那肯定不是 我 我个人觉得 那是 常规行动 因为它这个 对 这个 这方面的打击 一直以来都是 没有放松过 嗯 但是你觉不觉得 其实这个 它是一种刚需 你看 就什么人 他都有这个需求 对 这也是一个比较矛盾的 对啊 那怎么办呢 那去哪发现呢 这个 只能通过精神 好 这个最后警官 他也发现了 中间确实有矛盾 你看 对 公务员也有 虽然他没遇过 演员导演 但是年纪最大 七十多岁也都有 那七十多岁 可能老伴也七十岁 那两个人 怎么办呢 是吧 他就说 对 弘扬 社会主义 精神 文明 嗯 但这确实是个问题 你看 咱们 之前 东莞也聊过 还有黄海波也聊过 薛蛮子也聊过 那薛蛮子那个事 可能还比较特殊 因为当时是 有一个背景 就是大V 有人觉得那是 定点清楚 有政治因素 对 因为他一直在 李朝政的事 他自己都觉得 他看那些 给他发的私信 就跟皇帝 PPP奏折 那感觉 所以他现在 你看被关了之后 出来非常老实 他在微博上 他完全不理政治 他不会谈论一些 看起来比较敏感的问题 但你想这些演员 他根本政治 可以说是远离的 但是为什么 要要肃清他们呢 我就不太非常的明白 但是王全安 他毕竟拍过白鹿员 白鹿员还是挺敏感 白鹿员 已经通过审查了呀 对呀 通过审查应该还好吧 而且他以前那些片子 删减掉了很多东西吗 我倒是觉得这么看啊 因为刚才 这位警察也说 这么普遍 屡抓也不能够绝技 对 而且真的是这个 机舱产业是自古以来 古今中外都有 所以我觉得也套用 成龙大哥一句话吧 每个男人都会犯这种错误 那我倒觉得 从人性的角度 或者从伦理的角度 去看一看 为什么男人这么喜欢嫖娼 尤其是王全安 这家里边有美娇妻呀 大家都觉得女神级的 你干嘛还要出去嫖呢 我觉得这个跟你老婆是谁 一点关系都没有 就是你看 尤其这种美娇妻 也得有关系 是吗 对 我觉得有的时候 美娇妻可能更糟糕 你看美娇妻 她根本不在家里待 她常年把自己 也许是最美貌的一面 她是给外人看的 她也许在家里面 她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或者很冷淡 或者没时间 一切都有可能 但是你看 咱们之前聊过这些话题 她有一个共同的角度 就是说 为什么慢音嫖娼 不能合法化 那李银河老师 她就意思说 不是谈合法化的问题 因为你就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就比较好 就是非罪化 就是你不要去老是去抓 因为你发现抓了也没用 而且呢 你抓了她 尤其这些演员 她付的代价太大了 她可能一辈子 她之后的演艺生涯就完了 当然有人很不同意 说谁让你非得这么干 你干了你就得付出代价 而且你名人 你本身 你平常享受的这些荣光 它就是一些附加的 你必须对自己的道德 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是可能她犯的这个错误 跟她付出的代价是不对 不成正理的 因为今天广电总局 也发了文 说要那个 也经过求证了 就是说 要在黄金时段屏蔽 这些什么涉案的 有劣迹的导演演员和编剧 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种事情你抓也没用 那你不抓 好像如果跟上面的这些行动 它宗旨有所违背的话 也不行 那我就刚才问那个警察 我说那有没有可能举报完了 你们就当做没事 就不去抓 那也不行 它这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这就为什么就是 不能让它就存在着 你不去宣传它 但是也不去用那种运动式的一些力量 你去禁止它 而且以前我们讨论一个角度是说 这些性工作者们 他们是不是本身是处在社会最底层 本身非常值得同情 是误入歧途什么的 但后来你发现不是的 他有的人 他根本就是有 有很好的职业 对呀有很好的职业 他有其他的职业选择 完全有可能 他也不是什么 没有文化 他根本不是 他是很享受这个工作 而且赚快钱 来钱非常快 今天我还看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有一个大学生 他在网上认识一个女生 发现是隔壁学校的 他那个跟他感情非常好 就喜欢上他了 然后两个人约了见面 这个大学生就想追这个女生 做女朋友 那女生不同意 然后隔一阵 那个男的在给这女的转账的时候 发现这女的有另外一份兼职 他就通过这个办法 把他叫出来 然后到酒店里 强迫这个女生 跟他发生了关系 事后又不给钱 然后这个女生 就把他给告了 对然后那个 但是问题是 这个女生没有被抓 被告之后是这个男生 那个他的家长出面 把这个钱给了 这个这个女生 赔了他一笔精神损失费 然后是以强奸罪 其实这个女的 本身是做这个职业的 只是这件事情上 他没有给钱 所以这个事就变成了 他强奸这个女的 对 我估计如果给了钱 就反过来 所以这个交易不交易 你看是定罪的这个核心 就跟你之前讲的 他要是几个人嗜好 那可能也没啥说的 除非他人数特别众多 那就什么聚重淫乱 我看到这个李银河老师 他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这两天在微博上 也传播的挺广的 他跟王全认识 而且还挺熟 他当时白鹿元 刚拍好的时候 王全专门找机会 单独给他放 他说因为知道 他是研究这个性方面的 因为中间有些性的表达 尺度还是比较大 他非常的意外 然后他就整篇文章就说 这个其实你说 人的欲望 他有主观和客观的界限 就主观的界限 他是生理的 那客观的界限 他就是社会规则 但现在在中国 你看通奸 他就是违规 强加于人 他是犯罪 卖淫嫖娼呢 也是属于这个违法 行政法规 但是他觉得 通奸和这个什么 卖淫嫖娼是不一样的 你看 你像这个卖淫嫖娼 他是双方是 是达成了一个协议的 就可以说你是自愿的 他说他就不太同意 为什么现在中国 他是用这样的一个 处罚的方式 你想如果 如果处罚看 他就认为这个鲍尔奶 他其实也是一种 一种长期的嘛 是吧 你甚至有人 这谁的恩格斯的 这个观点 是很老套了 你就是结婚 你也是长期的固定的 他其实 你说归根到底 他这个性关系 你是非常难以 用现在的一个 一个思想模式 去给他定义 我还觉得 你看现在的人 都是说男人去嫖 去怎么着 就是但是女人去嫖 你看你最后受到的 这个非议 你就完全不是现在的 不是 我觉得不是非常小 而是说 你要是女生去干这种事 你在社会上 你是没有办法 去像现在这么讨论的 你可能背负的道德和 就是道德谴责吧 就更加 就没有办法想象 我觉得这个也不公平 其实我也觉得 你这个点特别有意思 对啊 你看之前有好多 爆出来的这个出轨也好 或者调娼也好 但是这些女人 都选择了隐忍 比较 我们所说的打引号 十大题 你看周慧敏 马依丽 轩S 还有希拉里 在西方那个环境下 那么一样一个 强势的女强人 她最后也选择了 包容柯林顿 来维护了自己的家庭 所以我觉得女人 为什么在这个方面 好像表现出的 容忍度比较高 那我还想问问春雨 如果假设 未来你的妻子 有这样的出轨啊 或者婚外情啊 你作为丈夫 你是什么反应啊 你先想一想 等会儿回来之后 你再回答这个问题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 欢迎回到三地话新闻 我是凡素 我是小蕾 我是春雨 好 刚才我为什么引用 李英和老师这篇文章 也是因为 他在中国相当有名 一直主张这个 嫖娼卖淫的非罪化 那也长期关注这些 性工作这样一个群体 那么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也是给他 进行了一段电话的采访 来听听李老师 对于这个话题 他现在的思考 会不会跟几年前 有了一些变化 您得知王全导演 出这个事情之后 您的反应是什么 反正这个 最近也不是第一回了 是吧 出这种事 那个挺不安的吧 感觉是觉得 就是这些人 本来都是非常 非常优秀的人 你想这个 金雄奖 就不是一个亲密的人 能得到 他是一个太 太出色的电影人 这个怎么会去 会去调娼呢 是吧 对吧 那也调娼 而且可能要按 那个黄海波的 那个 那个处置方法 是需要去劳教的 收容 对吧 收容的 这个 很糟糕吧 就觉得 这事闹得很糟糕 那您怎么想的呢 您说这么优秀的人 为什么还会去买春 他其实是不是说明 他根本他就是一个 刚性的需求 就是不管你老婆是谁 不管你身份是什么 不管你地位 名声怎么样 他可能他就是 有这么一个需求 反正就是 这个肯定他也是 信任他就不得满足吧 也是说 就是这种 这种 肯定是因为这个 如果说他已经满足了 他没必要去这么做 是吧 嗯 那个 但是这个 在中国这个事情 太涉险了 如果他是一个 德国人 或者是一个荷兰人的话 那就无所谓 是吧 在中国 你冒的危险 是被抓起来 而且是那种 全国性的曝光 那种丑闻 这个代价也太大了吧 是吧 嗯 嗯 我记得您从前 写过非常多的文章 就是说 这个蔓延嫖娼 它应该非罪化 它不是合法化 你说应该是非罪化 但是我看到 您最新在网上那篇博客 在评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没有再提到 非罪化的事情 这是为什么 我最近博客 在最后一段 就是说 我们到底要不要坚持 现在的这种 处置方法 嗯 为什么不可以学 这个 呃 恒兰呢 嗯 为什么 就是说 同一 一种行为 是吧 为什么在中国 就非得入罪呢 是吧 就是在别的地方 同样的人 就同样的事 就可以 没罪是吧 在中国就一定要入罪嘛 是吧 好像 也没 根本就是 没什么道理嘛 是吧 就是我 我也在 分析就是说 这个 卖淫调娼这件事情 就是性交易这个东西 它实际上是 是一个 性质 比较 模糊的 就是它不 不像那个 直接上墙奸啊 什么 这一点都不模糊 是吧 这个东西就是绝对的 要入罪的 嗯 在全世界 哪里 可能也说不过去 一定要这样 但是 这个 卖淫调娼这个东西 它这个 就是性交易啊 这个东西 它不是这么个弄法 就是 这个 我觉得 性行的 法律啊 就是 处置的办法 它的依据 都是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那个中国的社会状况 嗯 中国的那个社会状况 是 根本就 大家都是 就是普遍贫穷的嘛 普遍贫穷 它就除了温饱之外 它一点闲钱都没有的 嗯 它就 就是说 兜里 就是够 够糊口的 就是大家都 刚刚把那个工资 用在车上头 穿上头 吃穿住行吧 也就 没有一点 闲钱 这个 这个东西 它一旦 它有了 都是有了钱 它就愿意往这方面 它愿意往这方面 消费 你就没有办法 就是说 它 这个东西 你 如果说 有人愿意掏钱 那就一定会有人 来提供服务 是吧 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没有办法的事 你还 还照着那个 就是 五十年代的那种 社会状况啊 那个 那个法律啊 那么执行的话 是非常过时的 我都是觉得 很过时 就是您这个主张 我看到 您也是主张了 非常多年 但是在社会上呢 一度引起很大的争议 就是这么多年过去 您会想 为什么 就是在中国 现在还是完全没有可能 就是接受 这样一种 所谓非罪化的主张吗 是道德的问题 历史的问题 还是其他的 什么样的现实因素 还是别的因素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多因的 因为呢 就是 历史的包袱呗 是吧 就是说 当初在五十年代的时候 靖昌 这个 打掉基因 什么之类的 是作为 新中国的一个新形象吗 是吧 是作为一个历史上的功绩 载入史册的 就是那他同时他也就 在历史 在条件变了以后 那当时都是说 救这些妇女出土海啊 当时也枪毙了一批 这个 这个老保啊 什么之类的 这个 就是事故境迁之后 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之后 然后 那个 法力和对他的定性 还是那种 就是 那一条汤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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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救生会的污泥浊水了 是吧 就是 这个 他也不考虑 最新的 最新的这几百万的新工作者 他实际上都是 自愿入行的 根本不是像旧社会那样的 被 沦落到底层 什么卖到窑子里头 那些苦 苦孩子什么的 都是不自愿的 当然我不否认有个别的人 可能还是被强迫被骗入行啊 什么的 但是主体都是自愿的 我见过新工作者组织 这个他们活得可高兴了 自己特别兴高采定 这个家庭的 有的那些农村女孩就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 而且我们那次上次推会 接触到一些性工作者 他们这个有的 他们去挑男计你知道吧 去招费男人 哎呦 简直是很解放的 很自由的 很那个快活都不不了 好 这个林音和老师又再次重申 强调了一下他的主张 还是觉得为什么 中国不能学学 西方像在德国像在荷兰 他们就是这个非罪化 中国为什么不能做到 那李老师的这个解答 有没有给你一些启发 就是回答小蕾那个问题 春雨 我首先第一点是 我们应该把这个用钱和嫖 用钱来嫖和这个 那个出轨 这个事情分开来看 因为这个出轨和用钱来嫖 本质是一样的 是给钱不给钱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说 如果说 比如说像我将来结婚了 因为我是秉持着这样一种理论 就是在国外这是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尤其是在那个投行的圈子 我也不知道为啥 就是很多男人可能在年轻的时候 会不停的换女朋友 对换到你最后都觉得 我的人生应该安定下来了 对我已经什么都玩过了 对 玩够了 然后就很安稳的找一个固定的性伙伴 对然后就跟他成家立业 然后之后可能就真的是很安全 也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所以从我来解读这个事情 我就会觉得很多时候在国内 可能因为这种相亲式的婚姻 或者是突然闪电结婚 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个男生 或者这个女生之前的一些阅历 它是不够的 所以导致他后来还会对很多事情 有这种跃跃意识的这种新鲜感 想去感受一下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事情是为什么 就你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抱着一个理性的心态 我觉得如果我的这个将来 我的另一半出现这种事情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的 对我是可以理解 你不会选择跟他离婚吗 或者万一你爸妈知道了 这个女孩你干脆把他提醒 我是说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但是你还是会心灵受伤 不不不不不 你听我说完 你听我说完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的确是这样的 这确实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从感性的角度来 认识这个事情 我觉得很多时候 人们为什么会因为 对方出轨 而产生那么大的一个 心理上的波动 是因为很多人 都有这种占有欲 认为比如说 我跟你结婚了 你就应该是我的 反而把这个人物化了 身心都该属于我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因为你找的是一个 你要结婚 你找的是一个生活上的伴侣 你找的是一个灵魂的伴侣 而不单纯只是一个性伴侣 我这两个都不同意 第一点王全安 其实已经是老男人了 之前的婚史 不是婚史 这个女朋友一对 对大家也都知道 这个情史 所以所谓的他婚前 对没有玩够了 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符合逻辑 第二点你说 这个占有欲是不应该的 其实我也回想到 之前人类刚刚诞生的时候 那会儿其实是群交的 没有所谓的一夫一妻制 那后来好像是 现在为什么说 夫妻结婚之后 再有另一半出轨 你会心理上会受到伤害 尽管你理性认为 这是人性的一个 本然所在 据说是因为私有制的出现 就是生产力发展到 一定的程度之后 私有制出现了之后 然后一夫一妻的 这个家庭的伦理模式 就形成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会怎么说呢 觉得说对方是我的财产 为什么呢 他是担心对方出轨之后 因为那会儿 病院也不好 所以如果出轨的 就很容易就会再产生后代 那你这个人 你如果是这个来 就是分到我家族的这个财产的话 那我岂不是私人财产受到侵犯了吗 所以慢慢慢慢就演变成 本身人类其实对这个伦理是没有什么大的感觉的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跟财产结合起来 所以说就是现在好像就 即使是你离婚 就是觉得 就是如果你老公跟你老公跟妓女有过这么一段情 你是觉得妓女她侵犯了你的财产 对啊 就这个意思 对因为你要花钱去嫖妓吗 你要包二奶要花钱吗 你如果离婚要分财产吗 据说是因为私有制出现之后才产生了这个 但是你说你先说 但是我觉得因为历史上有很多 你可以把这事反过来看 假设在母系社会的时候 其实男人扮演的是这么个角色 就是男人扮演的是女性的财产 只是在男系社会 一般情况下 女性扮演成是这个男人财产的 现在社会是互相的 咱先别聊什么母系 父系原始社会怎么着了 就是你说现在的现代社会里面 我刚才 就是如果是王权和张雨琪这个这个例子 你如果说张雨琪她心里非常不爽 我觉得她倒不是说她嫉妒 因为那个妓女把她的老公财产给占有了 如果换了一个 这是潜意式的一个 是吗 我们就先别 也不见得是是他们吧 就是换作 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会觉得她她是 她是背叛我 她身体背叛我 代表着是不是她的心灵也背叛我 她这个人不再属于我 我就不认同这个 甚至有非常浅薄的 直接就是说你都跟别人搞过 你很脏 而且是妓女 就觉得这个不卫生 然后你这个人从此之后 跟我之后呢 我就会有阴影 她可能久而久之了 她就怎么看都觉得这个人 她是脏的 我就接受不了 这不是因为别人动了你的丈夫吗 如果说心里不出轨的话 只是生理上的出轨 那其实对你所谓的那种背叛也够不上啊 所以身体出轨 你不就是觉得别人用了我的东西 我觉得很脏 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是人自己 尤其是女性同胞 我觉得是大家对婚姻的那个期待吧 就是你想既然已经结婚了 那我们势必就是达成一种 一种默认的这个协议 就是对对方忠诚 是不是 他只是破坏了这个协议 这个承诺 忠诚不一定 非要是肉体和精神都忠诚 因为我之前看过周国平的 周国平的文章 他就认为性和爱应该是分开的 如果性和爱能达到一致 那当然是最完美的 最完美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 都应该是分开的 我也认同这个观点 就是可能你只是后来 你找到一个真的觉得适合你的人 你可以自己去压抑自己的性需求 但这个需求一直是存在的 你也不能否认 有些人能做一个什么味道士 把自己的性需求压抑住 但是更多的人 其实他是 你不能否认人性啊 对吧 他可能看到一个美好的事物 他确实会怦然心动 产生一些心理反应 就像你当时讲的那个七八十年代 大家去看那个 列宁在十月 看到那个地方 确实是有啊 你可能只是很多人 就找到一个途径 去把它发泄出来 但是现在跟当年又不一样 跟七十年代的性压抑的情况 完全不一样 你看现在的男生 你们发泄多方便啊 上个草流 上个什么各种 日本武打片 一大堆 都是可以发泄的 这些跟当年 但问题是你 因为你看的这个都限于 比如说器械呀 或者是你身体 你个人身体的一部分 跟别人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你觉得你跟你老公 能够完全只用一个东西来替代吗 那这个休息休息 等会再接着说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欢迎回来三电话新闻 小蕾好像还有新的东西想补充 就刚才春雨说的这个出轨的生理的心理的需求 我倒觉得这一点蛮有意思的 就大家都在分析 为什么王群安家里放着女神老婆 还要出去嫖娼吗 就是肯定也是肯定是两方面了 生理上的需求和心理上的需求两方面 心理上肯定是中年危机啊 很多人觉得你要及时行乐啊 再过两年你想嫖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吗 就觉得说要体验一下 还有这个生理上的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那个颗粒之效应吗 就是有做过一个实验 用各种不同的动物 其实都得到了一样的结果 观察到的现象就是说 你在笼子里放一只雄性的动物 然后你再放进一只雌性的 这个雄性就会主动的去进行性交 而且干好多次 但是过了一定的次数之后 他就觉得哎我累了休息 你再怎么挑逗他 他都没有性质了 对这个雌性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 你再放进一只雌性呢 他又有了新鲜感 他又想跟这个新的在做 其实这个方面 大家都说这个男人动物 跟男人跟这些动物 实际上是一样的 为了寻求新鲜感 但是我倒觉得 你再往身里挖的话 肯定人在原始的动物的本性 你要繁衍后代嘛 就是这个雄性 你一开始找雌性交配 就是为了传播精子 繁衍后代 为什么对同一只雌性 你时间久了就失去兴趣了 不是光光使美疲劳啊 他就是觉得 我让你做了足够多的次数 已经够让你怀孕了 我再让你给你多做 也不能够你一次划好几胎 所以那如果有了新的 这个雌性来 一种生理上的一种驱动 我可以让这个新的雌性 再去怀孕 所以这是我观察到的 男人为什么 从潜意识里来说 生物性来说 为什么他不断地去寻找 新的这个雌性去交配 就是他不是受到什么 现代的各种法律 道德的这些约束 他根本就是来源你骨子里的那种 那种动物性的本能 但是因为你人类社会 毕竟有伦理道德嘛 家庭的稳定性 所以我们现在才有各种的 道德也好 还是法律也好 必须要去限制你这种生物性 对 我就是觉得 你看这个案例当中 你说你家里的内部的事情 那你们内部去解决好了 但是你不用上升到 公共秩序 或者你伤害到别人 任何人都没有伤害到 对 而且你甚至包括妓女 我都觉得你反正给钱了 而且你也是自愿的 你本来就想做这个生意的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伤害 只不过就是风气问题 就是所谓现在很多的这些 举报者们群众们 他看不过眼的 如果人人都这么干 那社会风气就变了 可是我在想 会不会有一天 大家思想开放到 你比如说像我 如果真的是发生在我身上的这种事 我知道 可能我就会刚才讲到的 我心里会觉得 不太不太舒服 但是如果我不知道的话 好像确实也没什么大的影响 或者我自己 那你也知道了呢 那你不是伤害了吗 哎呦 但是这过一会儿 应该可以自我安抚的 对 这就是人为什么要法律 就是话说到 你发生到 每个人自己身上 可能情况都不太一样 我就想 你有没有可能 哪一天就是开放到 只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契约 就是你不要动不动 上升到这个社会的公共秩序 如果受不了 那就离婚 那你们自己解决 就是每个人他都可以有这么一个选择的权利 但是选择之后 他是当成隐私 就是社会上 你不用把这个事当做一个特别大的一个上升到多么高度的东西 全社会都去讨论 我觉得这个事还是挺悲哀的 为什么我觉得 就现在你看媒体只要一名人开始嫖娼 你就开始几百万的微博热门在那讨论 但是你看在这个婚姻里边 女性到现在为止 其实也是一个弱势 为什么咱们刚才列了那么多女性 她知道了之后 她也选择不离婚呢 她考虑的不光光是 你是不是有别的选择 她要考虑我今后的生活 要考虑我的事业家庭 但是如果有一天 女生也独立的话 如果女生也独立的话 你也可以去外面嫖 你可以去外面找客戳 但现在其实本身已经存在女生出去嫖了 我特别关注的一点 为什么是只有男性出去的时候 对啊 我觉得女生也可以出去嫖 而女性那个出了这个事 也不是没有吗 但是没有引起多大社会关注 所以我想 其实男人做这个事 已经有千百年了 反而在不断的被放大 尤其是堆到名人身上 你想其实我觉得像张雨琪这个事 她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她我觉得她个人的这句话 就已经表明了 她觉得这个其实 不影响两个人的夫妻关系 因为你要的是一个家庭 你又不是要一个对你的忠贞的性伴侣 对吧 你万一把人把她老公憋坏了 你想 对吧 再说了 谁让你自己 她需要的时候 你没在呢 对吧 这也是一种失职 而我怎么觉得 她看着老婆不在 特地找这个时间节点去偷心 这怎么是失职呢 那老婆她可能她不想就不想 然后她说 我赋予你权利你去外面找 你还老婆一个亲近 这不可以吗 这为什么是老婆失职呢 可以 但是问题是不知道张雨琪有没有把这个事情 这个权利赋予她们 接着刚才小蕾说的那个什么效应 就是比如说一个雄性的动物和雌性动物在一起 我觉得如果雌性动物已经让雄性动物失去兴趣了 你还霸占着她 不让她去做那些 那个她应该做的事情 或者她想要做的事情 这不是一种失职吗 就应该达成某种协议 比如说你如果真的对我没有什么了 出于一个很人性的对待的角度 我同意你的这个做法 他们俩在家还是很恩爱也是兴奢货 这是很 但是你看古代的皇帝三宫六院那么多粉蛋 他为什么还要跑去鸡院嫖呢 宋徽宗还挖了一条地道从皇宫里到鸡院去 你知道你要是跟一个陌生人 就是你跟一个陌生人做或者跟一个熟悉人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陌生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更加放松 你们看过那个电影吗 就是专门讲去东莞嫖的那个 那个叫一路向西还什么 他那个男主角不就是吗 他跟那个妓女最后完全放松的状态状态最后都发生有感情了 他自己放在家里也很漂亮的一个身材也非常好的女朋友 他觉得没意思 你反倒跟一个陌生的女的 他会觉得还全身心的 而且我也不用负责任 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你从如果是纯粹的满足这个人性的 那个我觉得是非常能够理解的 而且中间还有一个就比如说你对未知事物的这种探索欲 比如说你这个人已经认识了 我们之间都已经好多次了 可能你下次再见到他你也不会有那么大的兴趣 因为再回到谈恋爱 因为毕竟很多时候有人去嫖的时候还要挑有没有演员 为什么要看这个事 不是说我直接花了钱 我有我真的经历啊 我有朋友就是因为请了来之后发现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说你给我身上按摩一下你就走了 对但是钱我照给你 对因为很多时候你是要讨历到一个这个 你对他本身就有很大的兴趣 而激起了你人的那种征服欲和占有欲 然后你才去做这个事情 你看大家都说这个什么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偷不如忌 你说出不配也有一种就是说 我有的东西我已经没有那种征服欲 刚才你说的 但另外一种就是那种违禁的 本来是你社会世俗不允许的 我去偷偷干违禁 这种心里有种快感 不知道会不会引起你什么肾上腺素啊 多巴胺之类的 让你愉悦 对这个这个可能咱只要在身上发声一回 才能有更有说服力的表达 但是我就希望将来有一天真的是这个非罪化的讨论 它可以更加深入一些 就是你不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就一直讲什么社会主义的道德 各种风尚 讲什么历史 我觉得你放在将来再过个三十年五十年 这一切都是下白 就大家的思想可能真的是 我觉得咱们已经挺解放的了 你说女生你要爱嫖 你也去嫖 但是这是你的隐私 是你跟你老公之间的隐私 对 我们接受就接受 不接受那就再想办法 离婚或者干嘛 但是你不用上升到全社会一起一起用道德的那个来来抨击你 就是这就看你到底是法律至上还是道德至上 如果法律至上 我觉得这都是人权 你说性权力 它应该是写进法律的 如果是道德至上的话 那你要看就法律就必须得给跟道德妥协 就如果一直是要跟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国的那种传统文化妥协的话 那可能永远没有所谓非罪化的一天 但是如果哪一天就大家思想开放到就像荷兰德国那种 或者它完全是个普遍现象 就发现你不出错的时候 它力还更大 可能就变了 现在已经是普遍现象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